各位愛運動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清華大學助理教授許仁豪 曾經代表台灣參加2012年的倫敦奧運 那今天要教大家正手拍的切球 切球的用意主要是要調動對手 那它主要是要把人家調動到往前 所以最好的切球來說 我們會盡量把它切在發球線的前面 讓對方向前去移動以後 那我們找尋下一拍的進攻機會 通常大家如果看比賽 通常在殺球前面 前面配的球很多是長球 或者是先切球去調動對手 因為你如果是頂尖選手的時候 他們如果都站在中間不動 你就算你殺的球再尖銳 他們還是會很容易的去擊到球 所以它必須透過一些切掉球的戰術 讓對手先往前去移動 再來說你才會製造出很多的空檔的機會 你的進攻才會有效果 那當然一定會有人說 那怎麼不要從頭到尾都殺球就好 殺球雖然是一項很重要的技術 在羽毛球也是很重要的技術 也是一項很帥的技術 但是相對的殺球來說 它消耗的體能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切球技術來說是在 不管在單打雙打裡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雙打來說 因為兩個的位置都已經佔滿 你唯一能夠調動它的只有前面或是後面 但是因為雙打來說大家的進攻能力都非常的強 所以你不太可能去打長球給人家進攻 那掉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 那我們在切球來說 我們先教腳的動作 那我們一樣在動作的時候 我們都一樣從中間開始做準備 然後我們看到球第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之前我們教過長球 第一個動作我們一定要先側身 看到球我們不能先看到球 就先正面的這樣子去擊球 這樣你就會很像翻肚的魚一樣 看到球就已經先翻肚子出來 就好像打不到球 所以我們看到球 第一個動作我們先要做側身 身體要先要側 如果是左手的就是向左邊去側 右撇直的就是右邊去側 但我們側身完以後 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就是 我們手就要提高在90度 你不能說側身完手還放在下面 這樣球就已經飛過你了 所以我們側身完 側身完手就要做90度的動作 再來我們關鍵的後面這兩步 就是我們要向後跑 向後跑的時候跟挑球一樣 就是我們要 墊步要往後跑一步 兩步三步 是球的距離去決定的 它沒有固定的腳步 假如說球很近 你可能只要跨一小步 你就可以打到球 你就可以定位 所以羽毛球的腳步不會固定 它會隨著球的距離而去改變 那我們切球一樣 切完打完的時候 右腳要跟著向前 跟著向前 好我們就做一個向前跳的動作 就可以回到中間的位置來 這就是切球腳的動作 再來教一下手的動作 我們的手轉身完 就抬高以後 那我們切球要怎麼切呢 我們切球有一個很重要的要領 就是長球切球殺球 我們都要是同一個動作 你不能說長球一個動作 切球一個動作 殺球一個動作 那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打什麼球 你的球就會沒有什麼威脅性 先講一下擊球點 擊球點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在斜前方去擊球 千萬不可以在頭頂上去擊球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頭頂上擊球的時候 你根本就看不到你的拍面 你就只是靠感覺去擊球 所以你的球就會很容易 只有向上彈 你的手腕就沒有辦法順著扣下來 那第二個 你如果拍面跑掉 你也會感覺不到 因為你的眼睛盯不到你的球拍 所以你要在斜前方這邊去擊到球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可以盯到你的拍子 或者說你到底有沒有正面去擊到球 假如說你這個球切歪了 那你下一顆球 你就知道說你的眼睛就可以去調整你的拍面 所以我們在往後退的時候 要退到球的後面 你的視野才會看得到你的拍子的動作 那再來切球來說 之前可能大家比較多學過 是要用拍面去削 或是拍面去滑 但是我們今天做最基礎的切球動作 我們就是打球頭 球飛下來以後 我們就順著球 這樣球去吉他 拍面的時候 手腕的時候 就好像做長球動作 但是我們最後的時候 不要去出力 不要去出力 順著 往下去揮 那幾個要點 學員會比較會發生錯誤 就是你們會覺得 切球我要切的短 要扣的多 你們就會很習慣把手腕 往下去扣 那這個一直往下扣 就會很容易造成掛網的現象 這就是學員可能會時常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想法就是 我只要順著往前推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 人體工學 順著手腕向前的時候 它就會自然往下掉 應該沒有人手腕會往下掉以後 結果它是這樣子出去的 它是很自然的 自然的 往下去掉 所以你的手腕不要去出力 你就只要讓它很順著往前 你的手腕就會自然往下掉 那這個力量 你就可以去做切球的動作 所以切球的動作要揉 那最後一個提醒大家 還有一個在揮拍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可以 只有這樣子揮 我們手臂一定要像丟東西一樣 向前 有點像丟籤球一樣 推出去 向前去推 先出去 向前去推 手臂就像你的軸心一樣 軸心它是不動的 它只有向前 順著往前去推 用這個感覺來說 你的切球來說就會很漂亮 那我們等一下請學員親自來示範 那我們先從腳步開始去移動 那我們各位學員稍微往前一點 好 我們一樣看到球的時候 我們是微微的半蹲 好 我們第一個看到球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動作先要側身 好 我們球已經飛來的球 我們先側身 右腳先往後 右腳往後踩 好 我們先側身完以後 好 我們就要確定 一樣側身以後 是確定球的方向了嘛 好 我們再要確定球的距離 那我們先預計是兩步的距離 所以我們往後跳兩步 往後跳兩步 對 好 那我們擊球的時候 好 擊球的時候 順著往前 右腳打完以後 跟著往前 好 墊一步 就是切球腳步 那我們主要要回中間的時候 我們的右腳不能在後面 好 我們回完以後 這往回中間的時候 右腳要習慣在前面 好 右腳要習慣在前面 對 好 然後看到球以後 才能再轉身 好 這是主要是腳的動作 那有一個小的回味的動作 去提醒一下各位學員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手的動作 好 我們側身完以後 我們手就要舉高90度 好 舉高90度 準備去擊球 好 走在擊球 好 看到球 墊兩步 墊兩步 好 擊球的時候 好 擊球的時候 我們要把球 放在斜前方 因為我們才看得到自己的拍子 放在斜前方 剛好回完 這邊擊到球以後 好 右腳往前 對 做個墊步 回來 OK 好 這就是我們腳加手的動作 好 那我們就準備來做一下 切球的實際演練 那我們先做定點就好 我們等一下就站定點 我們先不加腳步 看到球 我們就移動到位置 然後做切球的動作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對 好 對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位學員的動作很明顯 就是他的擊球點都跑在頭的後面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球給扣下來 好 那第二個 他在擊球的時候都是整隻手 這樣子給揮出去 所以他的球都會向上去飛 而且 飛得很遠 好 走啊 所以我們這樣 主要的 我們要側身的時候 要讓球在斜前方這邊去擊到球 對 我們手軟就會很自然的 這邊擊到球以後 很自然的放鬆下去 對 球才會切的短 好 不然如果照剛剛方式 一推球就會向上去飛 你就會很容易被別人給殺死 好來 對 好 他後面 來 我們集前面一點 前面 對 很好 放在前面 對了 對 很好 有 他姿勢改過來以後就好很多 對 很好 對 好 有 他掌握了幾個重要的技巧以後 他的切球就會好很多 就可以切在線的前面 而且是有拋物線的過往 所以這幾個要點請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等一下試著說 我們等一下切完球以後 我們做個墊布 假裝回到中間來 然後我再調你在側身的動作去做 對 好 側身 對 這就比較難一點 好來 對 側身推 對 側身 對 側身 對 很好 側身 對 好 我們要習慣側身 對 這個就太後面去擠球了 所以球就變高了 好 手腕 順著向前 對 對 手腕順著向前 對 很好 他有幾顆球 他會切的比較高 就是因為他的手腕沒有向前 他只有 向上這樣去打 所以球就變成拋物線太高 就會很容易把球飄起來 後面幾個他就很好 他有做這個動作 向前推的動作 他的球 過往以後就會急墜 有沒有 他球就過去就會急墜 這幾點 大家可能也會常常去發生的狀況 大家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換一個學員來試試看 來 對 好 對 對 好 OK 那我們 這位學員的狀況是 他的手腕沒有去放鬆 他變成是直接把球可以很用力的 揮出去以後 所以他的球一打後都會到中場以後 所以我們在打的時候 手腕要很自然去放鬆去擺動他 放鬆去推 他的球才會很自然的掉下去 不然他球就變很生硬 他一打球就好像離開你的拍面 你就沒有辦法去控制他的長短 我們這個東西去改一下 再試試看 對 好 好 再輕一點 對 好 好 越來越好了 修正一點 對 好 再輕一點 對有沒有 他手腕有放鬆了 手腕有放鬆了 對 好 手腕放鬆 向前推 對 很好 對 好 再放鬆一點 對 好 對 很好 對 OK 好 他第一個 他的他的擊球點原本是沒有錯 但是他的手腕開始有放鬆做擺動以後 球就自然可以切的比較短 能夠控制球的 長跟短 球也不會這麼生硬 他就是比較柔的方式去掉下來 那我們等一下試著加帶上腳步去移動 好 來 對 很好 對 很好 好 對 好 好 那我們這位學員在移動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 跑的跟球是一樣的距離 我們直接跑到這個距離 所以我們跟球是剛好 所以你沒有辦法在斜前方去擠到球 所以我們要有點刻意在跑到球的後面 跑到球的後面 你才有辦法做這個動作以後 才會去擠球 不然你剛剛的動作會變成說 跟他跑剛好 你就有點刻意是打完球 有右腳踩往前踩 沒有像我們剛剛 跑腳步的時候 跑到他後面以後 你就很順著 很順著這樣子去打 好吧 我們再嘗試看看 好 對 來 對 對對對 很好 對 往後跑 對 多跑一點 往後多跑一點 對 很好 好 往後多跑一點 對 好 再一顆 對 這顆很好 對 很好 OK 好 他做了腳步上的修正 每顆球都跑到球的後面以後 看起來他的動作就更 更 更協調 好 加上他控球也不會像 一開始一樣球會 左右的去亂飛 這幾點球要去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在退球 不管長球 切球 殺球的時候 我們盡量都要推到球的後面去擠球 你才可以穩定的都在同一個擊球點上面去出手 你的球才不會左右的去 亂跑 打完結打完以後 還可以順著 順著去往前的動作 對方在吊你往前的時候 以後未來我們如果有機會到前後腳步的時候 你的移動才會是很順暢的 OK 那 這幾點也請各位學員可以去 注意一下 謝謝